这一篇段落作文要帮同学介绍是减肥 那当然了很多人想要减肥不论男男女 那因为这看起来比较漂亮 那这篇文章呢分两段 第一段它是情境的一个介绍 因为爱美偏信很多人都要减肥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边发展区的部分就来说 但是很多人减肥失败 为什么 我们讲一些原因 到了第二段就是 要怎么减肥才比较安全 那不要用错误的方法 这个作者就提出 他很自然的减肥的方法 提出来做参考 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就从第一段的内容 开始来做个分析跟讲解 Obviously很明显的 Is a current trend for young people to keep a fine figure 这个Obviously是显然的 这是副词 同学可能会讲说 老师副词怎么写完就够点呢 这个句子的语法是 这个副词是指后面整个句子的内容 就是说后面整个句子的内容是很明显的 It是形式主词 P后面是真正主词 它的内容是说 保持一个很好的身材 Keep a fine figure 保持很好的身材 For是对谁而言 For young people 对年轻人而言 是怎样 Is a current trend 这是一个当前流行的一个趋势 这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 它的意思就这样子 另外我们也可以转用一个写法叫 It is obvious For you as late 这个写法也不错 你如果用这样的写法 那这个语法结构 It就是形式上的主词 It的指句就是真正的主词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Advis里面另外有一个副词 叫Eleventory 也是很常用 您做参考 Eleventory 再来我们看 它的内容讲什么 因为爱美是天性 因此越来越多人为了好看而减肥 我们可以记住 因为是because 因此是so 我们绝对不可以同时用两个 because 又来一个so 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写的比较好的 就是先写主要词句 这个是主要词句 因此就不要翻 好 这个因此不要翻 我们先写 越来越多人为了好看而减肥 好 我们来看吧 越来越多人 因为我们写的就是 more and more people 动词出来吗 try to 设法 想办法 要减肥 加一个try to 比较完整 Rease weight W-E-I-H-T Rease weight 减肥就是减少 这个什么 weight就是重量 减重 重量减轻 也就是减肥的意思 来继续 我们来看 为什么 in order to 看来很好看 看起来好看 英文就是用 look group 前半段主要词句 出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 这个越来越好看而减肥 爱美是天性吗 这个for也可以用什么 because来代用 没有关系 for 天性 英文就是 nature 人的天性 那是人的天性 所以我们用human nature 会比较好 我们利用前面这个句型 用it because for it is human nature 这是人类的天性 I'm a beauty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讲说 to love to look beautiful 很爱 看起来很漂亮 love to look beautiful 这个就是第一题 这个就是第一题 这句我们来看 however 它转过来了 内容在转了 however 正反面 前面是讲正面 人人都爱美 可是啊 因为爱美 都在减肥 可是 some people lose their health 有些人 却失去了他们的健康 越减越肥 或者是像很多女孩子 他去抽脂 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万一那个 那个私人的那个诊所 卫生情况不好 感染 那真的会丢掉生命 那我们看下面 好 很多人失去健康了 因为他们减肥的方法是不对 是错误的 好 这个是第二题的翻译 来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前面是health 认为 because 他们减肥的方法是 the method method就是方法 什么方法 他们减肥 他们所采用的方法 要来减肥所采用的方法 take 那这个地方的写作翻译 同学一定会困扰 他说为什么method 后面我们要动词用take 这个是关系子具 修饰前面的这个method 动词是有密切相关的 我们讲说采取什么方法 是用take take 好 take 什么什么method 所以method这个名词 它是配合动词take的 这个关系要注意 好 他们所采取的方法 但什么方法 to lose weight 要减肥所采取的方法 这是关系子具 省略了会取 那主持在这边 动词在这边下面 啊 run 是错的 那怎么错 我们后面一定要补充说明 我们可以用冒号 这个方法就是在下面 这个有点同类语的味道 补充说明 例如服用特殊的药物 这个free gentle 可以放在前面 也可以放在后面 看你要怎么去写 你如果要加强名词 那就先写名词 把free gentle 放到最后名气 如果你没有什么加强 就纯粹举例 那就free gentle 放前面 那都是ok的 来我们来加强一下 服用特殊的药物 那补充说明 就用taking special 为什么用taking 因为后面的药物medicine 也是用take medicine 吃药就take medicine 所以我们用taking 特殊的specific药物medicine 这个第一个 或者是饥饿法 什么饥饿法 就是 斗自己几天不吃饭 结果减肥没有成功饿死了 哎呀 那这就麻烦了 所以英文gf就是 starving themselves 饿他们自己 让他们自己挨饿 好 所以整个出来了 fple 到这边就结束 好 来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更糟糕的是 what the rules some people even 这even是副词 表示加强的 有些人甚至怎样 lose their precious lives 失去了他们 precious lives 宝贵的生命 好 后面这一段 要进决论了 从这边就进决论 in fact 事实上呢 就着的看法 事实上 is much safer 你看又用了 it的虚主词 to lose weight的真主词 这个句型 在文章里面 真的很常用 同学写作 也是常常会用到 it 这是much safer 比较安全的 much safer 安全多了 什么事情 to lose weight 减肥的减肥 only 这是加强的一个片鱼 only the direction of a doctor 在一个医生的指导 the direction是指导 监督之下来减肥 这个才是much safer 安全多的一个方法 这是作者结论 最后提出来的看法 好了 主题 发展结论 这就是第一段的内容分析 跟讲解